《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崔遠芬小姐 大家好 Fygie 你好 歡迎你 很開心我經常說想約你聊天 終於可以在這裡趁機聊天 我也很開心 因為很久沒有坐下來和你慢慢聊天 多謝你 你是燈光設計師 也是搞燈光設計 其實我很想問你為何會喜歡燈光 如果說燈光我想要說回我小時候 我想應該是中四的時候 當時我唱學校的音樂隊 到晚上在電音樂隊的時候 突然是戲劇社的老師過來問 我很想找同學幫忙 因為今個星期六我們有一個劇協戲劇節比賽 想找同學幫忙 你知道中四沒甚麼事做過 我第一個舉手說我要參加 然後我就問老師 老師有甚麼劇本 有甚麼事我要準備 老師說不要緊 你星期五的時候我才告訴你 到星期五的時候老師說 我也有點忙 我星期六才告訴你 老師星期六就會演出 老師說不要緊 你慢慢 到了星期六的時候 我們去到藝術中心演出的時候 老師就告訴我 其實你不需要說甚麼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的劇場 比較有限資源 所以我們只需要一些劇場的報警 我們是說世界末日 所以麻煩你躺在那個位置 不動就可以了 當我不動躺在那個劇場的時候 就發現前面有一些草 或者雜物阻礙我 其實觀眾不可能見到我 但當我瞎瞎瞎眼的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不專業的演員 我就發現原來天上的燈一邊改變的時候 感覺很有趣很有趣 我就覺得我很想知道其實是甚麼 我想都是因為好奇心的關係 我第二年就入了劇社 接著就參與了劇社之後 就有很多機會去到藝術中心裏面演出 我很記得可能小時候 每次都會問 那時會問那些體力圈是甚麼來的 那些是怎樣做的 他們就說你這麼想學 不如你就週末或者暑假的時候來吧 在那段時間 我想我有一個暑假 我就差不多每一天 我都去了藝術中心 那些體力圈是說八幾年了 七幾至八幾年頭 他們就教我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怎樣改變 那些會怎樣做 然後我就學會了 然後我就學會了 我還記得到法五 會考完之後 我就很想很想做一個技術中心裏面 我就跟媽媽說 我就說媽媽 我想我不再讀中七了 我想可不可以進去劇場那裏 就去問技術中心裏面 就說可不可以你們請我做一個簡單的技術中心裏面 但他們的答案就說不行 一 我們其實劇場裏面 是沒有一個女生是做全職的 二 你又小顆又小顆 你好像沒甚麼力氣 所以就很難做theater 還有很難在後台做燈光 於是就拒絕了我 在那一刻的時候很失望 但我就會想 可能我法七讀書之後 我就去外國 譬如我再讀另一些學校 儲了錢之後再升學 也都很幸運 當我法七畢業之後 剛剛同期演戲學院就開 那時候我也差不多 因為可能法七只顧著要考試 差點忘記了劇場 但剛剛有一班同學 他很喜歡畫畫 他就佈了演戲學院的舞台設計 他就叫我 我就佈了舞台燈光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機緣的巧合 但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做舞台燈光 但其實每件事都是機緣巧合 是啊 很神奇 有一個老師 即是你隔壁的老師 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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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叫你過來 但其實你躺在那裏是做死屍的 我真的做死屍的 那時候我只知道 我只要整個人都不動 我的眼睛閉閉閉閉閉 其實應該沒有人看到我的 因為前面有很多雜物遮著 看著看著看著就發現 咦 其實這個世界 即是上面的改變 讓我感覺到那個感覺很不同 再加上那個暑假 在藝術中心和藝術人一起 即是跟他們的後頭工作人員一起 他們教導我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劇場縮影 好像一個家人 大家都很親切 還有大家知道的東西都會盡量教我 大家會互相幫忙 那感覺我覺得是 其他的行業或其他的工作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愛上了劇場 真的很有趣 但那些傳統又很好 即是你很主動地走向他們 他們又肯教你 是啊 我想我看到某些東西的時候 那些是甚麼來的 咦 你們在做甚麼 他們就會告訴我一些長濟的情況 但你之前是不認識他們的 不認識的 但因為我是 我猜我是玩了喜劇之後 就做了學校的Chair Lady 很多時候都要去開會 或者有時會幫回劇協 又會做一些安排 變成經常都見到的時候 所以詳細人就會覺得 咦 一個小學生 一個中學生經常都會來 有時我陪我問他們一些東西 不如熟絡了 他們就覺得你有興趣的 不妨你來 我們可以知道甚麼就教你 很好 對 所以那時包括燈光之外 有時他們會放帶 在藝術中心那裏 他們都有教我 譬如那些帶如果是卡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剪接 即是一些很多元化的東西都告訴我 但那時很初步 即是你學的時候 我很初步的時候就認得一些燈 以及一些很簡單的操控 即是實際上 我記得我入了演藝學院第一年的時候 因為當年一年班只有我一個學生 當時我很記得老師教我的東西 我覺得原來我甚麼都不懂 即是真的有一個嬰兒 從頭開始學 即使你在藝術中心的時候 其實都學識一下 那些比起你真的要在演藝學院學的東西 是很皮膚很皮膚的 是的 是的 因為我想操控方面的東西 可以很簡單學習到 譬如說操控控制台 但如果真的在創作的意念 整個部署 或者你怎樣將那些東西可以設計 然後實踐出來 其實是一個很長的學問 例如看劇本 分析劇本 角色 即是很多其他東西 就不可以短短在藝術中心 只是跟工作人員學的 是可以學得到的 是的 那你當時進入了 你說只有你一個學生 一年級的時候只有我一個 二年級的時候就兩個同學 因為另外我和兒子會交來 就是Leo 加起來 我們那時候就Leo和我兩個 OK 即是你是第一位燈光設計的學員 第一位女學員呢 加起來 是的 而且我畢業的時候 也沒有一個真正的全職的燈光設計師 如果說我1989年 全職的女性燈光設計師 我想我是第一個 那你當時在裡面學了什麼東西 在裡面 在裡面學的東西很多 你說演藝學院裡面 是的 我很記得第一次回家 告訴媽媽 我要學演藝學院 要讀四年 我記得有個親戚 就跟我媽媽說 她說 為何學開燈 關燈 都要學四年 然後我就 要解釋給她們聽 我們之前其實資源真的不夠 我們有的老師 專門教燈光 其實只有一位 叫做Nigel Katz 也是我的啟夢老師 當時來講 我們設備是很多 但是人手不足 很多時候都是類似司徒制的 就是在我們學習的過程裏面 就算現年班 我們有另外的同學 和我一起都好 我們都是跟著老師 每天有什麼課堂 和我們探討 但是主要是 在劇場裡面的 實踐工作就會很多 每一次的時候 就會由 知道我們會有一個演出 無論是舞台 舞台戲劇 舞蹈 音樂 歌劇 我們都會先看最基本的 譬如可能是劇本 如果是音樂劇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他們的音樂樂譜 即是音樂樂譜 和看彩排 分析 然後我們再會去 有其他的術科有輔助的 譬如我們要學畫畫 我們要學舞台設計 服裝 即是一些其他可以輔助 我們懂得變成一個 即是可以準備到我們變成一個 真正的燈光設計師 中間電那些就一定要學懂 譬如我們有時 將一些燈光安排了的時候 會不會太多 會發生火警 即是一些很簡單的安全意識 舞台上面的 我們都會學習到 是 其實你那些東西 即是將一些藝術的東西 結合一些科技的東西 其實燈光是需要的 我們經常覺得我們要文武兼備 在文方面 就剛才說 就是創作的意念 跟著就按部就班 將它們可以實踐出來 另外 舞方面就是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看了舞台 有了意念之後 可能舞台設計師 他會將它畫在平面圖 或者側面圖 但是很多時候 看下去的時候 是一個 2D的一個圖 即是一個平面圖來的 但是我們要把它變成立體的看 和理解 很多時候去到最後的時候 可能導演都覺得 這個東西都很2D 再加上我們將燈光 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意念是怎樣的時候 其實中間也有某程度上的難度 譬如我想的感覺是怎樣 顏色色彩是怎樣 很多時候我們發覺 在交流上面 是有少許困難的 譬如說日落的感覺 日落大家都見過 但可能你見的日落 和我見的日落是不同的 所以後期的時候 我們都主張很多時候的學生 會學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 Visualization 就是將我們看到的東西 模擬了 放到電腦裏面 看到光影的對比和構圖 變成大家在溝通方面 就容易了很多 那你學的時候 有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最大的困難 在學習最大的困難 我猜是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說的 我們早期開始學習的時候 是司徒制 所以在很早開始學習的時候 很多時候 我很記得頭一年 做了一個演出的時候 老師就會跟我們做一個評估 或者說有甚麼問題 那老師第一句問題就是問 有甚麼你們想問的 有甚麼你們不懂 你們想我教你們的 那我很記得當時 我的感覺就是 我原來不會問 我也不知道我欠了甚麼 我只是在實踐中 我學習 我知道 有經驗 直至到真的 到我畢業的時候 我有機會 我去了外國 去做交流 或者去外國裏面 去做saccomment 那我就發覺 在裏面的時候 我看到的東西 就會更加多 而且就開始知道 我懂得怎樣去問 所以我覺得學習最重要 就是懂得怎樣去問一個問題 然後在裏面再發掘一些 從一個問題裏面 它的好的地方 或者它還沒有發展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你懂得問的時候 即是說你已經掌握了一些東西 你又知道自己有些甚麼 你不知道 你才問 但不懂得問 即是你其實未掌握到 你都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就無從入手 都不知道問題在哪裏 是的 一個很有趣 因為我記得 我們到三年級 因為我們之前的老師 因為他有病 他要回到英國 另一位新的老師 Johnny Williams 過來跟我們上課 我記得他做了一些 類似的測試問卷 給我們低一年級的同學去填 然後我的同學 因為高班了 就不用填那份東西 我貪得意 我拿了一份試卷來試一下 之後我就發覺很有趣 就是去問的一些特別的定義 即是一些專有的名詞 我可能不是100%清楚知道 但當我看完之後 我發覺我是懂得回答 但那個不是從學術性開始回答 而是從我曾經做過的經驗去回答 所以後來也需要一些時間 將兩者之間拉回平衡 在最後一年 我聽你剛才提到 兩位老師都是外籍老師 其實是否因為香港本土的 根本沒有教戲劇燈光的設計師 所以一定要在外邊找 即是外國人來教 我想由我小時候 由我入演學院的時候 其實劇場裡面 很多時候 戲劇的演出 大部分可能他們都是導演 他們覺得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需要有特寫 有特別的燈光處理 他們就會入到劇場的時候 就會跟劇場裡面的技術人員說 我需要這樣的要求 那技術人員就會做給他們 而我們畢業的時候 就真的 我們知道整件事由頭到尾 跟下去 除了導演之外 導演其實就給了我們 作為燈光設計師 進去幫他們做一個演出 所以對於劇場裡面的員工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新的突破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畢業之後 我去大會堂演出 我出了一個 我們的比例是對的 例如燈是1比50 1比25的比例 我畫了一個燈圖 劇場的面積 所以交給技術人員 技術人員收了一張紙之後 他很惡言 他就問我 這是甚麼 一個是我的燈圖 我很想我的圖的安排 是好像現在這樣擺位 然後我就想做這次的燈光處理 但是我提醒我 我便說 不是 這個劇場已經幾十年了 沒有人動過我的燈 你看到上面都封了一層 最多我幫你教位 你給了一張東西我沒有用 我不會動上面的燈 我很記得當時 那個工作人員 他真的這樣跟我說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然後他再說兩句 因為我在學校學習的時候 其實除了學理論之外 剛才也說實踐是一個很基礎的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燈光的 我們叫Crew 就是一個小小的技術人員 然後慢慢慢慢的操控員 到設計師 所以我其實都常常爬高爬低 就是十米高的Crew 我們都常常爬來爬去 爬去爬去爬去 所以我真的爬上去教 我猜都算幸運 就是可能女孩子 給她的印象就是 咦 女孩子都爬上去 沒理會我這麼大 我男士的站在那裡 所以慢慢慢慢 他們就習慣了 還有他們都開始很好 就是他們就會開始 先頭他真的覺得 咦 可不可以說大聲一點 我就會害怕 又或者不會做 但我猜我都比較安排 我就堅持堅持 所以他們都給我這個機會 第一次就是很害怕他們 但是當三四次 他們都看到我們出來的效果 原來跟沒有一個燈光設計師 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就慢慢變成好朋友 所以每次回到劇場 我感覺很開心 就好像很久沒有去探望我的老朋友 我今次又去哪個劇場 探望哪幾個老朋友 或者甚至乎我畢業之後 有時候我不是經常去某些劇場 有些學生可能去完回來之後 老師哪個劇場裡面 哪位先生呢 他會說我問候你 所以感覺真的很親切 我剛才說的 劇場是一個很親切的家庭 一家親人的感覺 是的 但很有趣 原來你們正式讀了燈光設計之前 可以說香港劇場是沒有燈光設計的 我想他們可能偶爾做燈光設計 但他們不會做全職的燈光設計師 好像之前我知道 比如Peter Lee 梁廣昌 他們都會做燈光設計 但他們有自己的正職 只不過是一兩套 可能會幫劇團 或者專劇團 他們會幫忙做燈光 但說全職做燈光 我想就是 我們畢業之後 全部都只做燈光設計 但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們進行演藝 都要三、四年的時間 四年 對 四年 但是 比如說劇場 他們的拘捕 其實他們都應該在預期 會有些轉變 因為有人是燈光設計 出來就會在劇場 會有些改革的東西出現 但他們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那一刻真的很有趣 你是拿了圖片 完全拿了 竟然他不知道是甚麼 那兩件事沒有接軌 我覺得很有趣 我想那一般EMSD 是負責我們劇場裡的技術人員 即是燈光部分 而他們的背景是做機電柱 等於在醫院裡的電梯 他們的交通燈 裡面的紅綠燈 其實都是屬於他們的部門 即是當他們做一個工作的時候 其實不知道EMSD 機電工程處 會派他們去哪一個地方做事 即是可能我今天看到一個 在大會堂出現 但他之前的工作 可能會在醫院裡 看整座醫院裡的燈光設備 又或者有時會看冷氣 所以他們未必有個心 劇場是甚麼 又或者是否他們很喜歡劇場 因為有些少不同 因為我們入劇場的時候 是早上9點就進去 晚上11點才下班 我們可能做一個演出 譬如是畫劇團 我們會在星期一入台 然後星期六出街 或星期五晚出街 我們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0923 但對於劇場裡的工作人員 其實你一個場完之後 可能那個場的預約 明天又會另一個劇場入 其實他們每一天都是這麼長的工作時間 有時他們可能會覺得 是否一個厭惡性的工作 即是對他們來說 所以他們有時就會不太樂於投入 我是說很多年前 但現在慢慢慢慢 我就發覺很多時候 工作人員已經知道 我們其實在做甚麼 他們都開始去欣賞我們其實的節目 或者我們中間有些特別的事情可以做到 我相信當他們明白了 就很自然就很樂意去幫助 就是之前我想早一段時間 我也明白 因為你說本來原來 他們根本是電的技術 真是電的技術 這件事對他們來說 是一些很陌生的事情 我也明白 如果是這樣 但我的意思是說 在劇場裡 其實真的會有些事情 應該是不同了 但他們的準備還未夠 我覺得很有趣 是啊 但要去到那個時候 你甚麼都設計好了 拿來 竟然說不知道 很驚訝 我也會覺得 是的 我想另外一樣 可能他們會覺得麻煩 因為假設 我告訴你 你就不做了 我便不需要再擔梯 把東西再移過 又擺過 我就已經很安全了 我只是看你調校燈的光暗 就完成了一件事 但如果我真的要將它移位 之後的場 可能要移回頭 在它的工作量方面 我都明白 亦會相對加重了 但我們真的 每一個演出 有自己一個獨特的設計 放回去 而且他們都認同 所以我們才變成了好朋友 是啊 但很好 很開心 好像你 其實有一個矛盾出現過 但 最後是變成好朋友 這件事很好 很開心 多於在工作上的成就 是一些優惠的事 但是很開心 對 還有你說原來好像家庭一樣 你還回去探望他們 我覺得真的很好 是啊 還有我想 燈光有一樣好處 就是沒有語言障礙 就是我們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國家演出的時候 甚至乎去到美國 去到新加坡 就會發覺很有趣 就是大家其實都是為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大家有的語言平台 可能就是我們有的器材 但譬如做事的方法 溝通 大家都很容易會理解得到 這是很好 是 那你畢業之後 你是不是就 即刻都是從事燈光設計的工作 是的 其實我未畢業之前都有 因為剛才都說 我們畢業之前的時候 都沒有一個全職的燈光設計師 所以我記得我應該讀到三年級 四年級的時候 畫劇團和中英劇團 和巴雷舞蹈團 他們都想找我們幫忙 所以那時都已經有開始幫一些 專業團體做燈光設計 但當然那時的身份還是學生 有時有些不懂的 都會回去問老師 但畢業之後 雖然我們叫自己做 一個兼職的燈光設計師 我們是以一個合約形式做的 但我們一直是一個合約 一個合約做不同的演出 其實都是很密集 不停地去做 反而少了時間 我們會覺得 會不會中間有一個休息 可以自己再鑽研 再學多一點點呢 所以我大約做了半年左右 我就拿了一個學生 就是亞洲文化協會 所以那時應該是 拿了一個休息 我就去了英國那邊 就去一些 例如 Lational Theatre 和去了Glindport Opera House 就去觀摩他們做些甚麼 就實踐自己學到的東西 然後再回來 就進入了演藝學院 幫他們教的同事 再做自由演繹的燈光設計師 一直把自己學的東西 就可以放回去 用和教學方面 兩者一起平衡 那你設計那裏有甚麼 有哪幾個製作品 你特別印象深刻一點 特別印象深刻一點 我想最近 譬如去年 新加坡有一個 叫做生命之旅的演出 它就是由劇場演出之前 譬如我們平時 所有的場都已經在 所以我們會和導演談了 我們已經有了資料 我們就會交燈圖 放入劇場裏面 到時我們會怎樣處理 但生命之旅的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們原本是一個 Casino的場地 還有一個Theater 有一個劇場在裏面 所以他們就要在建築方面 在一個地盤地基的時候 就要告訴他們 我們要甚麼的器材 電子怎麼走法 變成他們還沒開始排氣 我就要出了一個燈圖 和所有的設備 那我覺得很有趣 有點像燈光估計 因為你是要估計 盡量彈性最大 但是位置可能是最好的 就先放進去 而來就是 當我進入去做彩排 或者是把燈光定位的時候 就發覺有很多趣的地方 其中有一個就是做高空的雜耍 那位演員就在上面 就要做很多高難度的動作 但因為那個Rigger 即是那個 我也不知道那些叫做拉架 他還沒做好 一直都不知道 演員在哪個位置活動 即是在鼓在空中的 某段位置會活動 當他做好之後 演員上去 我就問 你最高位在哪裏 他就站在拉架上面 你最低位 他就把自己倒掉了 他拿自己的腳背倒掉了 然後我很緊張 因為我要把那些燈光 調到他的位置 我又怕他支持不到 我說你不用這樣做 我說你拉著就行 可以了 你慢慢來 所以他們是很厲害的 那些演出者 而來就是危險 因為如果我有一些燈光的位置 角度要計得很準成 如果不適合 進入眼睛的時候 他們就會失去平衡 後果不是電影不好看 而是反過來 會有生命的危險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他們通常是這樣搖的時候 大家要這樣接著 對 那些位置要很準成 所以安全是第一 在所有的設計以上 接著就是設計 整個安排很有趣 我覺得很新鮮 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經驗 很開心 聽到這些 不如你下一集 再跟我們講一下 你其他的設計 好的 謝謝小碟 拜拜 當然拜拜 下一集我們再跟Sagi聊天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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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跟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